嗨呀我是LiLi 今天我们讲讲海里的涌动机 蓝旗金枪鱼 一个十几块钱的金枪鱼罐头 和经常创造拍卖记录的金枪鱼 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先来捋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 金枪鱼的英文就是Tuna 是轻鱼克的一个亚群 包括5个鼠15个物种 那一般普通的金枪鱼罐头 用的是鲸鱼 体型不大 它也经常被用来做沐浴花 撒在小丸子上面 那再高端一点的罐头呢 可能会用到小体型的黄旗金枪鱼 和长旗金枪鱼 那被视为真正的金枪鱼 分两个鼠 蓝旗金枪鱼和黄旗金枪鱼 它们的体型那个级别就完全不一样了 最大的差别就是 黄旗金枪鱼的背旗和尾旗非常大 而且是成亮黄色 而被日料店分为顶尖食材的 就是蓝旗金枪鱼 现在往往是大西洋蓝旗金枪鱼 和太平洋蓝旗金枪鱼 因为南方蓝旗金枪鱼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 它们三个其实都是渔民眼里的黄金 80%会被销往日本 在2023年初 日本首场的竞拍是188万人民币一条 那蓝旗金枪鱼可以长多大呢 一条大西洋蓝旗金枪鱼 它的体重可以达到680公斤 堪比一头北极熊 而在欧美 它们一直是让钓鱼佬非常兴奋的狩猎目标 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大 而且速度很快 能够钓到 并且成功把它拉上来 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 而且如果拖上来不马上处理 它就烂给你看 蓝旗金枪鱼从生理上是非常特别的 它们和我们一样 是温血的 这让它们的行动速度很快 也成了食物链当中比较顶尖的劣势者 它们有着怎么样的一生呢 蓝旗金枪鱼是回游鱼 不过它们并不需要像鲑鱼一样 从海洋回游到淡水 它们只需要回到出生的那片海鱼就可以 在地中海的西部 还有墨西哥湾 是两个已知的产卵地 雌性和雄性会聚集在那里 相互挥洒一番 繁殖就算完成了 这些受精卵就能孵化 它最开始只有3.5毫米 其实它最开始的发育过程 就很像个骷髅鱼 眼睛和头巨大 由于父母把它们产在了食物相对较少的区域 当然也是比较安全的区域 它们从小也会同类相识 在第一年只有大概0.1%的后代能够活下来 蓝旗金枪鱼走了大多数鱼类没有走的路线 它不是变温的 它是温血 大多数鱼类都属于变温动物 对环境温度的依赖度很高 环境越冷 它的行动可能就会越迟怀 但是像我们哺乳动物之所以可以反应那么迅速 就是不管环境如何 我们始终能够维持一个核心温度 如果能够在海洋里实现这件事情 在活动的速度以及活动的深度上 对这个物种来说都有很大的优势 那么蓝旗金枪鱼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它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是如何防止热量丧失 怎么样保温 第二个就是如何持续的产生热量 首先冰冷的海水过塞获取氧气 本来就会让血液变冷 而鱼通过运动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但这些热量又往往会通过塞流失到海洋 那蓝旗金枪鱼就能通过一种逆流交换的方式 来防止热量散失到环境里 它的体内也有一个迷惘 它静脉血中几乎所有的代谢热都会转移到动脉血中 从而保持肌肉的温度 热交换的效率接近99% 这就让它成为了一种温血鱼 不但活动灵敏速度快 而且视力极佳 它可以潜入1006米的深度 可以在北大西洋丰富但是寒冷的水域中寻找食物 不过在海洋中成为一个温血动物 它也会带来另一个负担 就是你的消耗也很大 尤其是氧气 蓝旗金枪鱼就用一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成为泳动机 不停地游 根本停不下来 因为速度越快 过塞的氧气越多 你停下来就会缺氧 一辈子都在做有氧运动 那它们就不像有一些鱼类 会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区域 它们就是像过游民一样的生活 会活动范围非常大 会不停地在这里循环跑圈 如果说猎豹是陆地上短跑速度的最佳姿态 那蓝旗金枪鱼就算是海洋里 速度最快的流线性姿态了 长的就是鱼类本类 它们最快可以每小时43公里的速度游动 其实切开就知道 它们真的是游到没有什么太多脂肪 它们身体上半部分其实是蓝色 尾部有一些三角形状的亮黄色的小旗 还有一个很大的月牙形状的尾旗 它游动的时候 身体的前半部分其实都是紧绷的 保持不动的 主要就是靠尾旗剧烈的摆动来推进它的身体 非常有力量 整个鱼像个小火箭一样 而它们作为高速的捕食者 且不能停止游动 吃东西的方式就是 张大了嘴直接冲 以它们的体型 它们能吃的食物其实都比较小 都是沙丁鱼 飞鱼 青鱼和鰻鱼这些小鱼 它们没有办法像鲨鱼或者虎鲸那样 去撕咬大的猎物 而它们在捕猎的时候 经常会跟海豚或者是其他的猎食者混在一块 或者说是一起围猎一个鱼群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群聚集在一块 形成一个移动的球形 看起来很唬人 非常迷惑对手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海豚也好 蓝骑金枪鱼也好 海鸟也好 它们的行动其实都会冲散鱼群 造成混乱 在混乱当中总是有机会吃到的 不过也因为它们经常在一起出现 所以海豚也经常会被误捕至死 那大西洋蓝骑金枪鱼的寿命其实很长 可以活35到50年 先排除捕捞这件事情不谈 只要它们能够成功活到成年 在自然环境下 它们的生存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体型大到一定程度之后 确实就没有人能吃你了 它们会在5到8岁的时候性成熟 然后返回出生地完成繁衍这件事 虽然说一次可以产4000万克卵 但在成长过程中 其实大部分都是陪跑的 都是被消耗的 而很多在幼苗的时候它的命运就已经被改了 因为大西洋蓝骑金枪鱼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商业捕鱼之一 虽然现在是实行了配额捕捕 还有养殖 但是跟蛮鱼一样 我们还没有办法人工繁育它们 幼苗依旧是要从野外获取 然后圈起来养而已 其实本质上还是直接消耗了野生资源 那蓝骑金枪鱼它这个温血的特性 会让捕鱼业的人有一个非常头痛的点 就是如果捕获了 并且把它拉上来了 由于它是要依靠不停的游动来获得氧气的 且它的核心温度是很高的 散热后它会拼命地挣扎 然后活活地把自己的肉给烧坏 切开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每一条拉上来的蓝骑金枪鱼 都要被特殊处理一遍 才能保证它的肉质不会被破坏 那第一步就是先拿一把刀 迅速地推进头部让它挠死亡 送它上路 第二步就是放血 一方面是让体内代谢物的异味被去除 也可以尽快降低一下它的体温 还要用其他工具去插入鱼的脊椎 来停止它所有的反射动作 那最后一步就是去腮去内脏 直接泡入冰浆里面加速冷却 这套流程必须丝滑快速 才可能让它的肉质不会被破坏 它的营养成分确实不错 但是这种食物也不完全算是安全吧 因为在海洋食物链当中 越高层的捕食者 且年龄越大 体型越大的捕食者 它体内积累的污染元素就越多 那蓝骑金枪鱼中的汞积累率 是可以作为一个全球污染指数的 其实孕妇是应该避开食用的 日本人对蓝骑金枪鱼的腹部的那块脂肪 非常喜欢 应该是叫大脂 这块就是它身上卖的最贵的部分 有大理石一样的脂肪纹路 大多数人对蓝骑金枪鱼的认知 可能就是一块这样的红色的肉 那至少今天你知道它长成什么样子 以及它有什么样独特的生存之道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并认为给我关注点赞和转发 请你后期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bye